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自华大师,我现在在温哥华的国际机场 去哪儿呢?我们要坐飞机,飞往加拿大东部的蒙特利尔 因为那边现在正是一年一度的枫叶季节,我们要去拍当地的红叶 蒙特利尔在加拿大东部,我们的飞机要横跨加拿大,飞五个小时 我们乘坐的飞机呢,是Flair Airline,这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主要飞温哥华国内的一些城市,机票便宜,但是要加很多其他费用的 其实我原来就是从东部搬过来的,对那边红叶很熟悉 冯哥华这边,秋天也好看,但是那种满山遍野的风树,只有在东部有 2013年我曾经去过一次,今年再次顾忌重游 飞机是伯音737还是蛮宽的啊 现在看着好像有很多座位,一会儿就满了 五个小时以后,到达蒙特利尔机场 哇,立刻出现了法语,因为它属于魁北克省,魁北克是个法语地区 到了机场,首先要租车,我们在网上订好了一辆车,一个SUV 但是这儿呢,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我们订的是一个特价,但是它在这儿呢,却要插着我们 很贵的价格,后来跟他们理论了半天 最后,还按照我们定的便宜的价格,拿到了车 所以租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这里面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租的三菱的一个小SUV,很不错 这一路上开起来,加速提速都很快,空间也很大 另外,很省油,这个很重要,现在油价贵啊 油油有几个小时的时差啊 温哥华那边应该是六七点钟,这边已经十点了 所以下了飞机找一顿吃饭 很多餐馆就关门了,最后只能找一个SUV,简单的吃了点 第二天早上,附近有个麦当劳,在那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 也是到处发语啊,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像来到法国一样啊 麦当劳那个服务员那位大姐,居然不会说英语 这个比较少见,因为当地人多数都是双语的 然后去温尔玛,干嘛呢,采购,把未来几天我们要一些吃喝的东西 要做一些准备,但是一点要注意,别买太多了 因为过几天去美国,这些食品是不能带过境的 现在我们离开了蒙特利尔出发 前往我们今天的一个景点,叫Montre-Blaupte 看两边这个样子,秋色好像还没有到它的高峰期 这次跟我一起同行的是Lawrence同学 现在他正在开车,我们给他一个镜头啊 帅不帅,谢谢 帅小伙啊 Lawrence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去年我们一起去玉空 然后去BC省阿尔伯塔省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拍了很多秋色的照片啊 所以这次一听说,要到东部来看秋色 Lawrence一定要来 从蒙特利尔到Montre-Blaupte-Blaupte-Blaupte 有高速公路 一个小时15分钟就到 但是我选择了不走高速 因为在高速上,你只能走瓦关花 你没有机会拍啊,我们来是拍片的呀 所以我宁可选择走下边 走local的一些路 时间证明这是正确的 一路上美景不断 我们可以走走拍拍 所以原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开了四个多小时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湖 在湖边上 哇,湖面镜得像镜子一样啊 我们都很吃惊,太漂亮了 于是我们俩落开架势 近景,远景,细节什么就开始拍 在这儿真是没少花时间 其实后边有更漂亮的等着呢 看着像天气预报 这两天这边始终天气很好 运气不错 今天早晨起床了以后 吃了一个麦当劳 因为我们酒店下边这个餐厅今天关门了 这边秋色还是蛮不错的啊 已经很多叶子红了 沿着这个杂草丛生的小路 我们往上爬上一个小坡 到了上边放眼一看 哇,这个湖很漂亮啊 我们整体看一看啊 一看天上好像没有什么云 但是这个湖加上两边的小别墅 实在是没 赶快抓紧时间拍几张 这个小别墅 这身的两棵白杨树 这个是拍些局部 把天空干脆去掉 要就是水中的倒影 这个倒影简直太漂亮 还拍一点残河这些细节也挺有意思 大家看我在那拍什么呢 一个人造的小水渠 拍出来就像一个大瀑布一样 又来到另一个湖 这是老二子同学给我拍的工作照啊 这个湖的特点就是 对面的山的叶子 它是呈金黄色的 这是是丰盛的一种 所以在水里的倒影也非常的美 这几棵树很有型 水中的倒影 我给老人拍的工作照 给我也拍了一张工作照 到了一个停船的码头 这个地方水非常的清 清澈见底 加上远处群山的斑斑点点的红叶 这个地方离我们要去的最终的经典已经不是很远了 又到了另一个湖 这是打中午的时候光线有点太强太刺眼啊 但是湖确实也很漂亮 当然也要拍几张 这个湖的特色就有些小石头 这中间这个礁石可以作为前景 下午三四点钟终于到了我们的酒店了 我们酒店是一个小的汽车旅馆 这个汽车旅馆具体的情况 我在下一期再给大家介绍 我们在这要煮三碗 好 本期视频先到这 谢谢大家